第十二章 拿丹的信息和大衛的悔改 耶和華差遣拿丹去見大衛 拿丹到了大衛那裏 跟他说 是一座城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富户 一个是穷人 富户有很多牛群羊群 穷人除了所买来的养活一只小母羊糕之外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羊糕在他家和他儿女一齐长大 吃他所吃的 喝他所喝的 碎他怀中 在他看来 好像女儿一样 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 富户不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 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 却取那个穷人的羊糕 预备给客人吃 大衛就很怒怒的人对拿丹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華起誓 做这件事的人该死 他必偿还羊糕四倍 因为他行这件事没有连述的心 拿丹对大衛说 你就是那个人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这么说的 我告你作以色列的王 救你脱离素洛的手 我将你主人家业赐给你 将你主人的妻子交在你怀里面 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加赐给你 你如果还以为不足 我早就加配赐给你 你为什么要藐视耶和華的命令 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你直阿门人的刀杀害黑人乌利亚 又取了他的妻为妻 你既藐视我 取了黑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 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耶和華是这么说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和患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将你的妃笨赐给其他人 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寻 你在暗中做这件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日光之下报应你 大衛对拿丹说 我得罪耶和華了 拿丹说 耶和華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止于死 只是你做这件事 叫耶和華的仇敌 大德舍毒的机会 故此 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拿丹就回家去了 大衛的儿子腰折 耶和華击打乌利亚妻子 被大衛所生的孩子 使她得重病 所以大衛为了这个孩子 懇求神 而且禁食 进入内室 中夜躺在地上 他家中的老神来到他旁边 要将他从地上扶起来 他却不肯起来 也不和他们吃饭 到了第七日 孩子死了? 大衛的神博 不敢告诉他 孩子死了? 因为他们说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劝他 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说话 如果告诉他 孩子死了 喜不更加忧伤吗? 大衛见神博 彼此低声说话 就知道孩子死了 他问神博 孩子死了? 他们说 死了? 大衛就从地上起来 沐浴 抹高 换了衣裳 进耶和华的殿敬拜 然后回宫 吩咐人摆饭 他就吃了 神博问他说 你所做的事是什么意思? 孩子活着的时候 你禁食哭泣 孩子死了 你反而吃起饭 大衛说 孩子还活着 我禁食哭泣 因为我想 或者耶和华练衰我 令孩子不用死 亦是说不定的 孩子死了 我何必禁食 我岂可令他返回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可以回我这里 所罗门出生 大衛安慰他的妻子佛士巴 与他同寻 他就生了儿子 帮他起个名叫做所罗门 耶和华也都喜爱他 就直先知拿丹 赐他一个名字 叫做耶底底亚 因为耶和华爱他 大衛攻取拉巴 约压攻取阿门人的京城拉巴 约压打法使者去见大衛说 我攻打拉巴 取其水城 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 安营围攻这个城 恐怕我取了这个城 人就以我的名叫这个城 于是大衛聚集中军 王拉巴去攻城 就取了这个城 夺了阿门人师王所带的金冠面 他上面的金子重一他连德 又堪着宝石 人将这个军免带在大衛头上 大衛从城里夺取了很多财物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脚下 或者铁爬下 或者铁虎下 或者叫他经过尊饶 大衛对阿门各城的居民都是这样 其后 大衛和纵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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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